竹山高中连续七年在校内举办科学志工营队 不仅让校内的学生对科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也推广到全镇各国中小 以闯关游戏的方式让小学生认识科学 而这项创举不仅让校内的学生爱上科学 也获得科技部领选为基优志工团队的肯定 学生们以闯关游戏的方式融合各项科学知识 那国小学童从游戏中认识科学 了解科学 竹山高中连续七年举办科学志工营队 招募校内对科学有兴趣的学生 设计各项以科学国主体的活动 不仅让校内的学生体验科学 同时也推广到全镇各国中小 那向校偏远的学生也能从小就奠定科学的基本知识 竹山高中主任冯松林表示 教育部的化学学科中心 校学校方面能办理科学实验活动 原本感到不容易实行 但想不到学生们对洞所做实验相当有天分 不仅能在校内推动科学实验 也能推向全镇各国中小 我们原本教育部的科学化学学科中心 请我们办一系列的科学实验活动 这原本好像看起来是很难 我也觉得说很不容易达成 没想到我们学生在动手做实验方面 我觉得是非常有天分 不一定说我们书的书要念得怎么样才能动手 结果透过实验我们觉得 这个学生动手做实验之后 书念得越来越好 而且学习越来越有兴趣 所以觉得开始来推广这种 动手做实验的项目 觉得我们在学校办这样的科学闯关活动 把这个好玩的实验推到全校每个师生 结果发现效果很好 也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竹山的中小学 所以我们开始才来推广这种科学载疾变的活动 会得奖是非常意外的 也是一种附加 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最重要是说我们做这种科学实验 带给全竹山的中小学的小朋友 能够了解科学之美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 我们的学生来讲 这是一个学习活动 是一种这种服务学习 也是一种科学实验的学习 其实对我们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活动 参与科学职工营队的学生 对这次能够获奖也感到很高兴 他们认为参与科学职工营队 不仅自己可以体验传光活动的乐趣 还能教导国中小的学生 让大家都能从中获得更多知识 觉得就是可以 就是自己可以体验科学传光的乐趣 然后还可以去教小朋友一些 他们就是目前也不能学到的东西 就是有更多的收获 可以帮学校就是让大家都认识一点 主参高中 就是小朋友的反应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也知道要怎么修正跟他们相处 对就是很开心 因为化学老师办了这个活动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服务就是这些 去服务这些人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 体验所以才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看到他们的校友 就是有一种成就感 所以让我很开心 就是教他们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 让他们了解到就是 科学其实对我们生活是有帮助 然后也很有趣的 而对于这次能获得科技部的肯定 学校方面也表示 外将继续推动科学实验的课程 不仅让学生了解 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也希望让学生们能知道 科学其实并没有那么简设 并希望设计更多生活化的闯逛活动 让科学的知识能够向下扎根